国军退役少将同时也是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前主委 张又霞在八月底前往香港参加中国的统战活动 更被爆出起立聆听中国国歌引起国内议论 国防部透过声明稿表示 张又霞违反了两岸人民条例确定祭出重诚 未来五年大刊75%的月退奉 并且会注销张又霞曾经领取的奖章跟勋章 而对此张又霞则否认有起立聆听中国国歌 并且会透过律师提起究竟 中国国歌响起全场一起大合唱 上大荧幕上的五星旗致敬 这是中国统一促进会 今年八月底在香港举办的活动 当时爆出我国国军退役将领张又霞也是做上宾 推将身份却出席统战意味浓厚的场合 在台湾掀起议论 国防部经过多方查证并约寻当事人后 认定张又霞出席中国政治性机关团体举办的活动 且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 确定祭出重诚 停止七成五的月退奉五年 并向前追溯到今年八月二十号生效 除此之外也要注销过去领取的勋章以及奖章 我相信张将军一定是忠于中华民国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也希望他能够捍卫他的清白 面对国防部的惩处 张又霞则透过律师发出声明强调曾两度前往国防部说明 并没有起立聆听中国国歌的行为 也有当时的录音以及录影为证 后续将委托律师依法提出救济 在法院上证明自己的清白 中国解放军十四号凌晨突然宣布围台军演 却不到一天就结束了 引起外界猜测 而新加坡战略学者分析 解放军为了避免计划 美国大选也担心中国经济恶化 演习才会迅速结束 不过这场快闪的军演 已经引发了每日德英各国反弹 中国解放军十四号凌晨展开围台军演 却不到二十四小时就结束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圆满完成联合力舰二零二四币演习 演习不到一天引起外界猜测 新加坡战略学者许瑞玲 接受路透访问时指出 这次中国海警首度绕台巡洋 可能是中共对台灰色地带行动 展开的新战线 而军演迅速落幕 是要避免激化美国大选选情 另方面也是避免台海间的不确定性 让本来就不佳的中国经济更加恶化 不过不论时间长短中共的挑衅行为 已让国际社会反弹 美国国务院台湾时间十四号 严重关切中共军演 五角道下随后也抨击中国 不负责任反应过度破坏稳定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世界息息相关 会与盟友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日本立场也与美国一致 NHK报道 日本已透过外交管道向中国表达关切 而在欧洲 德国也说话了 同一天英国外交部也批评中国军演 加剧紧张局势 可能导致台海危险升级 台湾问题因透过对话解决 而非威胁或用武力胁迫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华市新闻 许远林 端正博报道 而中国军演结束 如今有国的国军呢 是在粉砖的这个脸书 po出了三段文 首先在十月十四号的上午七点之前 录到了这个中共军机呛霞的 录音远师党 另外中国因为国防部呢 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共机舰的动态 表示从昨天上午六点到今天上午六点 共是征获了二十二架次的共机 其中十三架次逾越的台湾海峡中线 以及进入北部西南空域 一机共舰五艘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国军将运用任务型的 机舰一机呢 这暗置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与阴处 而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越来越近了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川普 十五号在芝加哥 接受了公开专访 而负责专访的彭博社总编辑 提到中国日前的围台军演 当场问川普若是中国办台 是否呢会派美军来协防 但川普说如果他当选 中国就不会办台 我们要带预关注简连呢 那持续侦办了金华城弊案上午提训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而上一次呢十月一号柯文哲拒绝应讯之后相隔半个多月 今天终于出庭 外界十分关注检方是否针对关键金流有新的突破 把时间连线给致命 好主播观众 但也来关心简连针办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进展 就在今天上午呢 北简是提训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我们可以透过稍早的画面看到 走下球车的最后一位 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身上穿着同一件黄色的球衣 不过今天特别的是 他并没有戴上那一只黑框眼镜 而他双手上靠被法警士一左一右带进北简 而今天呢 其实上一次柯文哲被提训 已经是上个月二十六号的事情了 而原本在十月一号的时候 北简就打算要来再提训柯文哲 不过当时他是因为不明原因拒绝出庭应讯 而当时呢 外界也在猜测说 是不是有相关的金流 或者是相关的证据被解放掌握 所以柯文哲才会出招呢 不过这一等就相隔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到今天已经是十月十六号了 柯文哲才真的第五度被提训到北简来 而这半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北简动作非常多 包含也提训了非常多的这个在押被告 还有传唤相关的证人 那是不是在这个图例以及金流的方面 又有更多的突破 也是今天要跟柯文哲以及柯文哲的律师团 也已经到了北简来 要跟他们来做最新一波的简便攻防 而最近这个北简的这个动作非常多 包括在昨天也提训了在押的台北市議員 他的助理吴顺明以及前顶月开发的董事长朱雅虎这些人 而北简这样子的提训动作 外界也认为说是不是针对这个收费和行费的这一条关系链 要再来做相关疑点的清查 并且相关的金流是否有到这个柯文哲这一边 也是北简现在要追查相当重要的重点 而在行费方的这个关键呢 当然就是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了 其实呢一直传出他身体不太好的消息 他也委由律师申请聚保停压 不过在昨天北院是确定驳回 因为医院的回函告诉北院说 其实沈庆金是没有长期照顾的必要 所以也决定维持现在的状况 就是由看守所人员来协助他就医 所以沈庆金的这个交保的这个可能又再度被打碎 而随着这个时间的慢慢的推进呢 其实包括应小微还有这个吴顺民等人的积压期限 也即将在十月底就要满两个月 外界关注说北简呢 会不会来对这个相关的被告申请延压 又或者是会赶在这两个月的积压期内 赶快来对金华城案相关的被告来起诉呢 也都是接下来各界都要关注的重点 以上呢是最新的情形我们会持续在现场 为你锁定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我们持续来针对呢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跟金华城的弊案 来看到周刊齐爆料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是拿了两百万给民众的 对此谢国良也坦诚了 是受到家族长辈的请托 虽然还不知道那位长辈的身份 但谢国良在基隆加大业大 家族市卧有二姓集团 二姓中学事业版图呢 跨足了政商教育等领域 而舅舅林伯峰还是台坡集团的董事长 出租大楼给民众党单办公室 而今年的新春团拜呢 还同框柯文哲 这次随着谢国良卷入政治现金风波 双方的交情也再度的浮上台面 资深女性沈石华讲到伤心处好几度哽咽 她当年未婚生女豪门婚姻梦碎 孩子的爸爸就是时任台坡常务董事林博石 更是基隆市市长谢国良的亲舅舅 除了舅舅跟女性感情纠葛 家族在基隆在地势力庞大 谢国良能顺利当选市长 谢家身后资源功不可没 谢家始祖谢清允在地深耕基隆港口一带 以西药进出口贸易起家 接任第二信用合作社第四任理事主席 随后大儿子谢修平接任 更担任议长国大代表 接手二姓中学也成立建设公司 事业版图跨足教育房地产 直到第三代谢国良接棒 连任三届立委跟当选市长 让谢家重返政治圈 除了林博石 台坡集团董事长林博锋 也是谢国良舅舅 民众党新春团伴就站在柯文哲旁 也把台坡大楼租给柯文哲当办公室 两人交情匪浅 这回谢国良决定政治陷阱风波 幕后长辈是谁意外引发关注 华日新闻侯正伦陆雨昕 最后报道 技术 果然是什么 贵 贵 zombie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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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